大家好 在 大概一个月前 我们在这边 破壳了 樱桃种子 羊梅种子 还有水蜜桃种子 当时呢 破壳后 没有脱模 结果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多月后 只有看到一颗发芽 而且这一颗呢还是我之前呢 还刻意把它脱模的 拿几颗把它脱模 才发芽的 但是我脱模几颗呢 也只有发芽的一颗 那一颗是 樱桃种子 那羊梅种子呢 根据我的实验结果呢 去年做的破壳 全部失败 今年破壳 乍看之下好像也是全部失败 没有看到发芽 所以呢 破壳对羊梅来说呢可能是一个 很难成功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没有成功过啦 我只能说很难成功 也许说它不能破壳 它必须等成绩 也有可能 水蜜桃的方面呢 这边目前 因为当时只有种两颗水蜜桃 有一颗已经烂掉了 因为我挖起来看过 那另外一颗呢 它没有 我没看 我也不晓得有没有发芽 那我之后呢 我又 再补了两颗水蜜桃下去 我种在别的地方 那别地方的水蜜桃呢 也是使用破壳 但是我有脱模 那脱模的那一颗呢 它有发芽 另外一颗是烂掉 另外一颗 发芽 那我们将 距离拉近年呢 来看一下 这个 唯一 当时 脱 没有脱模的情况下 现在 有发芽的一颗种子 那个 这个是 加州樱桃的种子 我们将距离拉近年来看一下 眼前这一颗呢 樱桃的种子呢 是 唯一一颗发芽的 而且现在今天是 2017年7月22号 是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目前呢 以桃园来讲 高温可以来到35度 34 35度 所以呢 那我现在放到这个位置 现在目前是 12点 正中午的时间 太阳晒不到 那下午的时候 这边可能会被晒到 至于这颗 发芽呢 是因为之前呢 我都看了好几颗 没有脱模 都没有发芽 所以我刻意来脱模了 那唯一目前看到有发芽的一颗 所以呢 这个实验 确定说 在没有脱模的情况下 确定 确定说 非常非常 要发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各位如果说 未来 想要 破壳 种子的时候 想要种的话 建议还是脱模 比较好 脱模发芽率 比较高 那没有脱模的情况下呢 它是非常非常 发芽率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率 感谢观看